还有10月6号 郊西乡发生了一起迎楼抢案后 县长林茲妙就责臣警察局要迅速破案 并立即启动诉枪专案 经过警方的积极弃凶 在案发16个小时内就迅速逮捕到嫌犯 县长今天傍晚也特别前往郊西警分局 致赠10万元的破案奖金 感谢警察同仁的辛劳 那我们的廖局长 带领的我们的警察弟兄们 还有我们的刑大专案小组 破获了我们的郊西乡 我们的云楼的抢案 在16个小时之内身之以防 让我们的人民感受到 我们的警察弟兄 为我们的所有的宜然姓名来把关 来为我们的宜然姓名的安全来把关 诉枪庆祝 那非常非常的感谢 今天特别来颁了这个奖金10万流 给我们这些警察弟兄们 一方面博力 一方面对他们的 就是这么应勇的奋战 而且呢 这个歹徒这么的狡猾 那我们的警察弟兄也要补回 真的要求警察弟兄 在我们的这个气毒的时候 一定要把安全措施做好 我们的警察弟兄也要补回来 我们的警察弟兄也要补回来